衝擊 少了國外的觀光客 交通部觀光局就估算 今年的觀光收益 減損金額超過了三千七百億 不少業者都期待這個旅遊補助 可以回籠 但北臺灣非常的慘 像是野柳風景區 今年的遊客量少了兩百萬人次 營運業者就叫苦說 權利金都快叫不出來 野柳的女王頭是不少遊客 來到北臺灣必來的打卡景點之一 不過今年都受到疫情的影響 對比去年萊克數是掉了兩百萬人次左右 這也讓經營團隊很懊惱 因為他們的月收入 他們這個入園的收入是短少了 幾乎連權利金都快要繳不出來 放眼看過去 遊客就只有小貓兩三隻 不單純是因為北臺灣天氣陰冷 也因為邊境持續嚴管 野柳從原本二零一九年 入園有兩百六十七萬人次 掉到今年只剩下五十九萬人次 野柳商圈少了觀光客 業績血崩式下跌 商圈業者超有感 搞不好剩不到兩成或一成左右吧 你看這禮拜天這種天氣這種人 我跟你講沒有來開 還不會了那麼多 虧那麼多來開 開多天虧更多 在地深耕數十年 疫情之下只剩無奈 但腳步往南走 嘉義的阿里山日出還在 但這訂房率確鮮已經日弱 秋冬旅遊不住前生意勉強過得去 但少了秋冬補助又傳出冬季恐怕會有第二波的疫情 讓遊客卻步從九月開始陸續有一千六百到一千八百間的團客房間被取消 希望國旅補助可以持續至少能在歲末挽回國旅人潮就上機 華視新聞 萬善張榮甫新北市報導